今天下午台北地方法院的停 沈水扁的停又继续的开庭 那这个法院的播放系统 这个播光碟片的系统 好像又摆了乌龙 我们先给记者吴嘉惠 好的 现在两点半下午的停讯呢 是继续来开始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继续来勘验李介木的光碟 一点也不要浪费时间 但是呢 不过这个法庭的播放系统 似乎又出了乌龙了 那么这个法警整个在播放的时候 放错了系统 让沈水扁检察官都吓了一大跳 到底法庭里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请到第七法庭的邱龙 来告诉我们邱龙 因为当时每次只要一开庭的时候 所有人按照开庭程序 都应该来起立向审判长致敬一下 因为这是本来的规则嘛 那没有想到呢 一开始这个动作是已经进行结束 当这个翻译他们要来放光碟的时候呢 没想到放错了 导致放成了就是停上 刚刚全程录影的状况 也就是说呢 法警就很大声叫起立的声音 又再度的播放出来 而且是在无预警的状态之下 那么包含是沈水扁也吓了一大跳 那么他似乎又要再起身 有点像是半蹲起的状态 要再度起身了 有点尴尬的状况 吓了一跳之外 那么就连来力庭的检察官也想说 诶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要再起立一次 那当庭大家都是吓了一大跳 好了 不过呢 这个光碟的这个播放程序 又有再次出了一个小乌龙 但是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接着就继续来播放光碟 那么下午播放的这一段 相信这个很多人呢 都非常的有印象 因为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当初 这个律师在扁办 所公布的这一段光碟 那么里面呢 是朱朝亮呢 是有在讲说 诶 你要不要先去 跟你的律师谈一下 那么后来呢 吴文中就说 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那么这一段的 这个整个播放过程 陈水扁又有意见了 那么到底陈水扁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一样请邱荣来告诉我们 因为其实当这一段光碟 被播放出来的时候 这个陈水扁呢 他又在跟这个陈判长讲说 诶 陈判长那个 我可不可以再听一下 就是刚刚检察官讲到说 请李介木和律师 talk talk 一下这一段 因为当时这个陈判长 就觉得很奇怪啊 明明整段光碟这个部分呢 影像跟声音都是非常清楚的 为什么还要再听一次 所以审判长当下 直接问了陈水扁说 你没有听清楚吗 声音听起来 似乎有一点点质疑的感觉 陈水扁这时候说 没有听清楚 我可以再听一次吗 因为可以观察得到 每次这个陈水扁 要来提出再听一次的 这些片段 几乎呢 都是似乎可以感觉得到 讲官的这个语气啊 这个态度 是比较强势一点 这也就是之前 他们律师团曾经质疑过 是不是这些共同被告 或是证人呢 是在所谓有压力的状态之下 被胁迫的状态之下 所做的比论部分 好了 我们可以知道呢 除了刚刚这个 陈水扁是在要求说 这个你要不要跟律师 talk talk 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他要求重听一次 那么在这个上午的 最后的这个停讯的时候 陈水扁也要求说 朱朝亮讲到了一段 跟李建木说 用这个违背职务来办 其实只是比较客气了 连行政院长都反对 只有你最大胆 然后陈水扁也诗向法官要求 只有你最大胆 再重播一遍 还有另外一段呢 这个李建木最后是讲说 这个是五人的共识 那么陈水扁也要求 五人共识这一段 再重播一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陈水扁都是要求 这个重播片段 其实都相当的重点 那么稍后呢 这个检方会有什么样的说法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掌握 将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呢 是在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下午的这个电影院 又继续放光碟了 还是李建木的光碟 那很多部分陈水扁都要求要重听 他觉得重听的这部分呢 都是检察官疑似在恐吓被告 或是证人的这个部分 所以一再的要求重听 这个重听的次数要求到 连蔡首逊都有点不耐烦了 你真的听不清楚吗 我们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所以这也是程序战的一部分 那光碟不断的弄光碟程序战 对程序战来讲 到底有什么好处 毕章哥 我觉得程序战 他当然现在 跟法院对抗的手段 没有那么激烈 我没有说讲的 一定要讲话讲很久 但是他那个拖延战术 还是没有变 我是觉得他拖延战术没变 他一直在 他现在主要是要希望说 能造成一个印象 说李建木 李建木前面是否认了 到后来承认结果就是说 是因为你前面是 压迫他给他威胁